你自己的正事吧 有一天我在微博上 突然看到一张照片 就是扮演陆飞的照片 当时就把我迷住了 然后之后经过我几天的查找 我知道他叫小鬼爷 今年19岁在上大二 他真的是特别帅 他扮演陆飞的时候 当时我就迷住了 后来我就开始 关注他的微博 然后慢慢地我发现 我喜欢的不只是他扮演那个角色 他本人我也特别地喜欢 真的是特别地喜欢 小鬼爷到底长什么样 为什么能够迷住这萝莉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照片 就是这个 那时候你不觉得很帅吗 这些照片都做了我的手机壁纸 这不像真人那种 这不确定是男生还是女生 肯定是个男生这么帅气 小鬼爷是他的艺名 对 他本名叫什么 不知道 从来没见过真人 梦里见过 经常见 梦里 见过他 梦想过跟他干什么 当然是在一起了 在一起好多种 我们别想歪了 我所指的在一起是 比如说在梦里跟他做朋友 当然能做夫妻是更好了 这90后可真的有的时候是够open的 大叔是你太疯价了 你今天想梦想成真是吗 对 你可别计讽我 我可以让你不实现这个梦想的哦 哥哥我错了 人类进化的太快了 刚才还大叔 现在变大哥了 我觉得你好执着呀 小妹妹 就你这么执着 你爸妈知道吗 你这么顽皮 让我们怎么跟你玩耍 最关键的是 你觉得你喜欢他的帅 喜欢他扮演的cosplay 但你觉得除了他长得帅 你还喜欢他什么呀 他经常也会在微博上 发一些他做饭的照片 你们想一个大男生会做饭 所以我老公也会做饭呀 对呀 还做过什么 家里厕所里面没有贴他的画像吗 没有 但是他的照片都是我手机和电脑的壁纸 我每天都会去看 如果今天不站在这里的话 我七月份就要出国留学了 我怕如果今天我见不到他 你不走了 对 我会不走 我不见到他我就是不走 那你见到了他又能怎样呢 我要亲口告诉他 我有多么喜欢他 没有他我谁都不要 你现在眼前毛已经掉下来了 镜头上会比较难看 你是愿意以面目 借你的偶像 把他现在就把他撕下来 耍脱一些 好 掌声再次送给他 这种敢以真面目 见自己的偶像 我觉得还是挺有勇气 如果见了他 但是不是心中所想 那怎么办 不会的 通过他的微博 我已经足够了解他这个人 所以 即使就算有些反差 但我还是会喜欢他 那你们三给他加油 你们三给他加油的具体方式是 把自己的眼睫毛也撕掉 真撕了 带头了 对 这才是姐妹嘛 来 你们三给你 旁白 小鬼爷 对 经纪人是吗 不不不 我是本人 我是本人 你是本人 对 世界真奇妙 来来来来 你自己确定一下 是不是你的小鬼爷 只有你才可以确认 我们确认不了 有点尴尬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不能仗着你五官清秀 你就老扮演男的 这个问题其实就像京剧 京剧有 对 有很多长得很清秀的男生 也会扮演女生 我觉得我可以扮演男生 就扮演男生 你做一个男生的pose 刚才里面随便一个pose 做给我们看一下 好吧 我们问一下小丹 你做何感想啊 我就是挺纠结的 其实我刚开始是知道这个人的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要到我的手机号 天天给我发短信 然后后来要加我的QQ 然后微博一天好几条私信这些的 但是我并没有回 如果要是一天到晚都在给你发 包括还有短信这些东西 你就会觉得对你的这个生活 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小丹 你还想要告白吗 要再敢告白我佩服你 我来问问问那三个妹妹的意见好不好 此时此刻你有什么建议给小丹 我觉得至少他这份感情可以告诉他 不管是不是爱情 至少把心中这种感情传达给他 我觉得这就够了 加油小丹 谢谢 我觉得还是不要告白好了吧 这样以后自己的路也不好走 给对方也会带来困扰吗 小丹 现在还是想要感谢你 就是对我一直的支持 就是也也说一声对不起 也没有想到我出的这些男性角色呢 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对不起 我今天站在这儿 不光是以一个女孩子的身份告诉你 也是以你喜欢的路飞的身份告诉你 我现在你也知道了我是个女孩了 所以你不可能再去喜欢我了 然后 你为什么要是个女的 要是个男生多好 这 我爸我妈把我生下来就是个女孩啊 就我不能因为你是个喜欢的男孩 我就变成男孩了 我不希望你能把这两个世界就是搞混 我希望你以后能在那个正常的生活中 慢慢走下去 对我刚刚听说 你要出国了明年 是吧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耽误你的出国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在国外学习 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你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另一半 真心爱你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朋友 小带一句话都没说 小带一句话都没说 小带笑了 你刚才是很苦涩的小孩 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想过无数的结局 但是从没有想过是这样的 但是我今天能够见到小鬼爷 我已经很开心了 你之所以今天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更多的只是因为 你想的太多了 我甚至质疑你 是因为你自己的偶像 是不是真真正正的 精神上简单的爱 她是个女生也没问题啊 你欣赏她的作品就可以了 你可以照样在原来的生活当中 去关注她的作品 而不是关注她的本体 你认为呢 今后我也一样会喜欢小鬼爷 就算他是女生 我还是会支持他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关系更好 对于将来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的 一些价值观也有更好的引导 好吗 你们两个拥抱一下 好吧 今天本来是四个小萝莉 四个小女孩 来向一个富有男子气概的偶像告白 但结果我们看见了五个可爱的小女孩 一个稍微男性化一点 假小子 但是我们希望你们五个人 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事业上 走得更好 更远 友谊天长地球 祝福你们